哈囉各位 我是高雅之 全新特務控場者定位 柯樂福 稍早官方有釋出全新預告片 不管你看過了沒有 針對技能組 讓幫各位做一個介紹 這部會是前導片 到時候實在會再有更多心得 首先C技能 紅吸 可以想像成雷娜吸血 打死人或者助攻 都可以對屍體撿起蝴蝶 會有加速和一小段時間的額外生命值 Q技能整骨往前丟出一個圓形球 可反彈牆壁 接著圓形範圍內所有敵人 施加腐壞效果 敵人身體會有紫色液體 應該就像衰弱那樣 被打到直接兩倍傷害 一技能狹懶 想像成不使用下淹的樣子 左鍵點選位置 右鍵確認下淹 特別的是他死後也可以使用此技能 差別是煙霧的顏色會不同 活著會偏白藍色 死掉後會偏暗紫色 死三隻大量 死三隻的血 死三隻大量 救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殺技能化碟死掉後才能使用的技能 會跑出一個輪盤讓你選擇要不要復活 時間還蠻快的 假設使用了會變成一個無敵人 像是蕾娜拉無敵那樣 當然不能一直飄啦 有個短時間限制 途中你可以移動 馬上來X當下復活 因為可能位置不好嘛 需要更換一下 接著成功復活後 必須在限定時間內殺死敵人或者助攻 否則會再死一次 以上快速的整理過一遍 打人吸血死後下炎甚至再復活 讓煙角可以有這麼多操作空間 我只能說決鬥者煙角我來啦 那後續測試服 如果有星角實戰 到時候再狠狠的完整介紹給各位 感謝你看到最後 我是乖愛子 別忘記了我們 下次見囉 掰掰